醫師蘇偉碩不滿政府開放萊劑美豬 頻頻發表相關的言論 甚至曾經表示萊劑比搖頭丸 讀了250倍 光是呼吸就會呼吸到萊劑 遭到衛福部認定為不實謠言 向警方來告發 而衛福部次長薛瑞源痛批 蘇偉碩的一番言論 恐怕會有誤導疑慮 造成民眾恐慌 依法最終可以判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不滿政府開放萊劑美豬 醫師蘇偉碩頻頻度外放話 不過因為描述萊劑比搖頭丸讀250倍 甚至光呼吸就會吸到萊劑 遭到衛福部認定 違言聳聽 向警方告發 遭到告發蘇偉碩不怕 不過依照實安法散播不實謠言 罪重可判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獲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警局偵訊也通知 要求蘇偉碩二十五號道案說明 衛福部在十月二十八日 向內政部警政署告發本件大件 十二月十五日 今發通知書 約定書信民眾 警方要求蘇偉碩準備相關資料 作證自己的言論 而衛福部也怒批蘇偉碩用高劑量 動物實驗來講來即對人體影響 恐有誤導疑慮 衛福部大動作告發 也對外呼籲蘇偉碩的一番言論 並沒有人體實證研究 民眾不必過度恐慌 記者綜合報導 作詞・作曲・編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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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